花蓮市長威家賢28號前往重慶市場 視察實聯制的實施狀況 他呼籲大家務必要戴口罩勤洗手 買菜的時候不要逗留聊天 買好了趕快離開 市長強調說目前已經從防疫階段進入抗疫階段了 每個人都要做好防疫措施才可以平安度過疫情 花蓮市5月24號由重慶市場開始執行實聯制 最近幾天消費者也養成了習慣 有帶手機的主動掃描 沒有帶手機的就是簽名 現場還有一台自動消毒測溫機 讓消費者進入市場可以同步測溫消毒 不會喔 那你覺得應該這麼做嗎 不會喔 你覺得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 確實啊 這個筆為什麼要插一插 要消毒啊避免接觸啊 最好是自己能帶一支筆啊 市長威家賢28號前往市查整個實聯制的實施狀況 也足以了解消費者和攤商是否落實防疫措施 市長也提醒攤商如果有護目鏡也可以養成帶著的習慣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制度可以讓大家能夠了解到 有出入哪一些公共場合 那可以協助未來協助我們 比方講疾管局也好相關的單位 疫情指揮中心來做相關的一個疫調情形 那我們真的希望大家都要多多配合 因為在非常時期 我們都要可能會經歷比較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那要拜託大家進到市場 務必要戴口罩勤洗手 如果護目鏡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也能夠帶著一起到市場去 那買東西的時候也千萬不要逗留聊天 那也希望大家買完就趕快離開 不要造成人潮聚集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一切平安度過這個疫情的期間 我們從防疫期間已經要進入了抗疫階段 希望大家一起平安度過 市長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制度 可以了解每個人出入場所 未來相關單位在做疫調時可以確實掌握 希望大家可以配合 而市長也強調 目前已經從防疫變成抗疫階段 每個人都要做好防疫措施 才可以平安度過疫情 這裏會歡迎市報導 我們要不要體驗 那擁有的 都可以先進行 都可以保留 如果我們要來做活動的